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我是真假少爷里的真少爷 身份报公之后 我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爱 但收获了无数的恨 重生一次 我直接百万扔掉医院的诊断结果 带着为数不多的存款 开始直播自己的死亡之旅 那些恨我入骨的家人们 却忽然疯了一样的想要找到我 想要救我 亲生父母红着眼 却不敢靠近我一步 看着我爬上悬崖 坐在秋千上摇摇欲坠 哭喊着说他们错了 一直以来宠爱无限的哥哥 拿着小时候的玩具哭到手头 便宜姐姐剪了自己的长发 亲手做成假发送给我 求我收下 求我让他弥补 假少爷跪在我的病床前 满眼恨意 却不敢表露分毫 医生 哥哥 对不起 你这是胃癌 医生拿着我的化验报告 脸上带着些许同情 不过还是有治愈的希望的 只不过费用会比较高 我们市的第一医院 就治愈过很多胃癌初期的患者 我重生了 在我确诊胃癌的当天 这也是我真豪门少爷身份 被曝光的第18天 我独自一个人来的医院 想想卡上的钱 没有做和前世一样的决定 前世的我在得知自己胃癌之后 一度精神崩溃 疯狂地寻找存在感 基尔端也就是假少爷 他忙着自己的全球巡演 两家人也都与有浓烟 他走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里 虽然我们当年是因为护士的失误 才被报错的 但一个平平无奇的我 哪里比得上星光异异的基尔端 两颗明珠 我是被舍弃掉的那一个 诚然我是几家的亲生孩子 但活得远远不如基尔端这位假少爷 他不是几家的亲生孩子 却收获了几家人所有的爱和善意 确诊未来后 我因为需要治病 不断地问几家要钱 基尔端说我花笑无度 怀疑我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两家人都不再给我钱 为了治病 我不得不想尽办法赚钱 我去直播 去剪彩 为了出名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酒会 治病需要的钱很多 也很痛苦 化疗后我的头发掉光 也不能再出去工作 无奈之下只能打电话给基尔端借钱 他那时在国外 听到我借钱的诉求之后 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告诉他了 我胃癌晚期 需要钱治病 他不仅不借我钱 甚至告诉我的亲生父母 说我染上了毒瘾 现在为了搞钱吸毒 居然骗他说我得了癌症 至此没有人再信我 即使我拿着胃癌确诊的诊断书 他们也只是露出一脸嘲讽的表情 看着我让我适可而止 在两家人之间 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 活得好像故事里的反派 从回忆里抽身出来 除了刚拿到手的确诊通知书 卡里大概还剩下十几万 看上去很多 但和治疗癌症的钱比起来 就显得太少太少了 我回到几家的别墅 基尔端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所有人 他要开始全球巡演 他所在的乐团今年要环球巡演 几家帮他找了关系 他进去当了小提琴手的替补 两家人都在为他高兴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 看吧 他时刻都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 没有人会在意我 除了基尔端 哥哥也为我感到高兴了 基尔端穿着一件白褶裙 笑嘻嘻地看着我 又是这种装往我心窝子上插刀子的话 我毫不在意地走开 回到我的房间 开始收拾东西 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 我想要给自己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我没打算给自己治病 在生命最后的时间 我想去环球旅行 化疗真的太疼了 即使是死 我也不想再 经历一次那样的痛苦和绝望 第一站我先去了云南 一路上拍摄加直播 过得也算有滋有味 我给自己订了当地一家 评价很好的民宿 里面装修得很可爱 像是绿野仙踪的风格 我难得拍了一张照片 放到了微博上吃饭的时候开 了直播和几个零星的粉丝聊天 云南好吃得很多 水果很甜 我很喜欢买来的水果 捞十几块钱大大 一盒都很新鲜之水 风银酸甜的感觉 在口腔里爆开 美妙地让人身心愉悦 弹幕里有人说我脸色不太好 我笑了笑 给自己补了个腮红 云南好玩得很多我 直播去亲手摘水果编花环 甚至花钱跟着采蘑菇的 人上山去采蘑菇蘑菇汤很鲜 我喝了三大碗然后吐 了直播间的粉丝 都在笑话我贪吃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是因为什么 在云南待了半个月 我的亲生父母猜 想起来我的存在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你在哪端端 马上就要去全球巡演了 你赶紧回来电话那头的 语气有些不耐烦 还夹杂着鸡尔端撒娇的声音 直播间的人都在听我打电话 我笑了笑走到一边去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呢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说话的 是我二姐姬太美上辈子 她为了寄耳端 打过我一巴掌那时候 我已经病了 不行了为了活下去 我放下尊严 跪下去求寄耳端 我前去治病 她把我拉起来 给了我一巴掌说寄家丢 不起这个人我满不在乎 语气要轻松的 好像说的不是 自己的死活我的命啊 有什么事情比我自己的命害 重要姬太美被我噎了一下 好像是被我气走了你 如果不回来 我就断了你的零花钱 这次说话的是我 名义上的亲生父亲季凯克 我还是毫不在意行你 看着办吧 我连死都不在乎了 还在乎你给我发的 零花钱做回去直播的时候 有几个心软的小粉丝 问我是不是开玩笑 我笑着插起一块大芒果塞进 嘴里对爱要命的病 所以你们最好珍惜现在的我 这样的帅哥 可是看一眼少一眼啊 谈笑声中那些 致命的话题 被轻而易举的结果 所有人都在说我 自恋快逃这个男人不对劲 一道七彩流光的弹幕 忽然飘出来 你的脸色很不好 有时间去医院看看吧 我收拾东西 离开了云南 来到了第二站苏州刚到 苏州就收到了 亲生父母催命一样的电话 我没接 他们无外乎 是想要给我直播接耳端 在国外的精彩 瞬间我没兴趣 苏州园林的游客 不多不少我来试 特地穿了汉服 还找汉服馆做了造型说一句 自恋的话 我难得拍了一张照片 放到了微博上 吃饭的时候 开了直播 和几个零星的粉丝聊天 云南好吃的很多 水果很甜 我很喜欢 买来的水果捞十几块钱 大大一盒 都很新鲜 汁水风银 酸甜的感觉 在口腔里爆开 美妙地让人身心愉悦 弹幕里有人说 我脸色不太好 我笑了笑 给自己补了个腮红 云南好玩的很多 我直播去亲手摘水果 编花环 甚至花钱 跟着采蘑菇的人 上山去采蘑菇 蘑菇汤很鲜 我喝了三大碗 然后吐了 直播间的粉丝 都在笑话我贪吃 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是因为什么 在云南待了半个月 我的亲生父母 才想起来我的存在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你在哪 端端马上就要去 全球巡演了 你赶紧回来 电话那头的语气 有些不耐烦 还夹杂着 吉尔端撒娇的声音 直播间的人 都在听我打电话 我笑了笑 走到一边去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说话的是我二姐 姬太美 上辈子 他为了吉尔端 打过我一巴掌 那时候我已经病得不行了 为了活下去 我放下尊严 跪下去求吉尔端 给我钱去治病 他把我拉起来 给了我一巴掌 说吉家丢不起这个人 我蛮不在乎 语调轻松的 好像说的不是自己的死活 我的命啊 有什么事情 比我自己的命还重要 姬太美被我噎了一下 好像是被我气走了 你如果不回来 我就断了你的零花钱 这次说话的是 我名义上的亲生父亲 季凯克 我还是毫不在意 行 你看着办吧 我连死都不在乎了 还在乎你给我发的零花钱 做回去直播的时候 有几个心软的小粉丝问我 是不是开玩笑 我笑着插起一块大芒果塞进嘴里 对啊 要命的病 所以你们最好珍惜现在的我 我这样的帅哥 可是看眼少眼啊 谈笑声中 那些致命的话题 被轻而易举地掠过 所有人都在说我自恋 快逃 这个男人不对劲 一道七彩流光的弹幕 忽然飘出来 你的脸色很不好 有时间去医院看看吧 我收拾东西离开了云南 来到了第二站苏州 刚到苏州 就收到了亲生父母催命一样的电话 我没接 他们无外乎是想要给 我看基尔端在国外的精彩瞬间 我没兴趣 苏州园林的游客不多不少 我来时特地穿了汉服 还找汉服馆做了造型 说一句自恋的话 现在的我 就是穿越时空而来的潇洒大侠 我举着手机直播 偶尔回答几声水友的提问 举累了就换只手 镜头里 我的脸一闪而过 七彩弹幕再次如约而至 去医院了吗 鉴于他这豪华的弹幕 我忍不住点进这位土豪大佬的主页 看了一下 柳如烟的头像也是一片海 黑压压的 看着很压抑 我抽回视线 举着刚买的结梗花回答 看了 医生说问题不大 可以不住院 胃癌住院不住院都不重要 大佬消停了 我满意地点点头 原本以为事情会就这样过去 没想到意外来得猝不及防 弹幕上出现一个小号 顶着系统头像疯狂地问我在哪 谁有门 我替他回答 但那个人好像看不见一样 带着我疯狂地问 你在哪里 忽然 那个弹幕爆出了我的名字 我看着那个突然闯进来的弹幕 觉得背后一阵一阵地发冷 会是谁呢 我想不通 到底有谁能找到这样 一个鸟不拉屎的小直播平台上 你是谁 那个人没有说话 反而疯狂地发着弹幕 你不要离开那里 等我来接你 我带你去医院 我盯着医院这两个字 陷入沉思 从上辈子到这辈子 我没找到一个 能和眼前这个弹幕 对应起来的人 上辈子我拼了命地想住院 想要活下去 没有人愿意帮我 这辈子我不想住院 居然冒出来一个无名事 说要带我去医院 好温暖的话呀 但是暖不到我 我是一个溺水的人 渴望溺水而亡 不愿活久 我没事 只是有点贫血 不用去医院 我重新拿起解梗花 在苏州园林里 不紧不慢地逛着 西彩弹幕再次出现 柳如燕问我 你的身体真的没事吗 我笑嘻嘻地 给自己买了一个冰激凌 我能有什么事情 帅哥的事你少打听 屏幕上忽然出现 大片大片的烟花特效 红尘黄绿青蓝紫七个颜色 榨了个遍 一个烟花礼物一万块 七个烟花七万块 他还在刷 不同颜色的烟花 在屏幕上绽放 无数水友涌进直播间 看烟花特效 而这个顶着系统头像的人 刷一个烟花就要说一句 别走 留在那里别动 姐姐带你去医院 姐姐我有姐姐 我明明没有姐姐 西太美只有一个弟弟 叫姬尔端 他亲口说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原本还对这个人抱有几分好奇 现在只有生气的厌恶 我关掉直播 三两口吃掉剩下的冰激凌 原地买票去三亚 人这一辈子 总要看看海吧 我至死都记得 我死亡前夜 看到他们抛在微博上的 全家福那是一片很漂亮的海滩 他们健康快乐 每个人都是圆满的 我的残缺好像会给他们带来 不幸与他们天生相互排斥血缘 不是我们之间的 纽带而是扯不断的枷锁 正不开的束缚冰激凌凉的 过分胃部隐隐作痛 我从包里掏出来一瓶止疼要吃 那一粒剩下的放进包里备用 我在晚上到了三亚 海浪真的是很神奇的存在 哗啦哗啦几千年都这么 想着 但就是有一种当地心灵的感觉 我又开了直播 这次为了防止直播暴露我的地点 我用窗壳贴遮住 那摄像头躺在沙滩上 和水友们聊天 到底是什么病 不是不能治的病 只是初期的小病 我比较怕疼 所以需要给自己 做一些心理准备 每个人都不是天生 勇敢啊我怕疼很正常 我只是个普通人姐姐 我没有 姐姐她胡说的 可能是私生粉吧 我笑了笑给姬太美 扣了一口黑锅 没想到我这么唬 居然也有私生粉 你们可要保护好我呀 姬太美又来了 因为她白天的 一通消费 现在进入我的直播间 都有紫色的灯牌 进场特效 我想不看到都难 为什么不懂我在那里 找了你很久 为什么不去医院 姬太美一句接一句的 问我不想回答 故意装作看不到 直播间的观众 听海水好凉 不过踩着很舒服沙粒 细软不用力踩 也能陷进去 清冷危险的海风吹到 脸上让人害怕 但又莫名的沉迷 我像个孩子一样 在海边踢水玩海水 被我踢得飞溅起来 周围没有人 但我一个人 也玩得尽兴路边的灯光 明亮灿烂海的 深处黑暗无垠 我正发着呆 有人拉住了我的手一个 很娇小的女人 穿着雪白的裙子 她手上拿着一个 花环雪白中 带着些许淡青 她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吧 花环放到我头上 然后退到岸边 看我好奇怪的女人 我封够了意犹未尽地 走到旁边 刚才看我跳舞的 女人早已经离开 我拿起手机 准备回酒店 却看到 季泰美在和我的粉丝吵架 我真的是季博达的姐姐 我是她亲姐 有血缘关系 一母同胞的姐姐 一条接着 一条的紫色弹幕 闪现出来飘频 虽然她的发言美 一次都很显眼 但我的粉丝 已经被我提前打了 预防针 任凭季泰美说的嘴巴 都干了 也不相信她 是我姐季泰美 气得骂了圣脏话 我勾着唇角点开技 泰美的头像 把她拉黑 就算是土豪 大佬我至死都记得 我死亡前夜 看到她们 抛在微博上的全家福 那是一片很漂亮的海滩 她们健康快乐 每个人都是圆满的 我的残缺 好像会给她们带来不幸 与她们天生相互排斥 血缘不是我们之间的扭带 而是扯不断的枷锁 正不开的束缚 冰激凌凉的过分 胃部隐隐作痛 我从包里掏出来一瓶止疼药 吃了一粒 剩下的放进包里备用 我在晚上到了三亚 海浪真的是很神奇的存在 哗啦哗啦 几千年都这么想着 但就是有一种 当敌心灵的感觉 我又开了直播 这次为了防止直播 暴露我的地点 我用窗壳贴 遮住了摄像头 躺在沙滩上 和水友们聊天 到底是什么病 不是不能治的病 只是初期的小病 我比较怕疼 所以需要给自己 做一些心理准备 每个人都不是天生勇敢啊 我怕疼很正常 我只是个普通人 姐姐 我没有姐姐 她胡说的 可能是私生粉吧 我笑了笑 给姬太美扣了一口黑锅 没想到我这么胡 居然也有私生粉 你们可要保护好我呀 姬太美又来了 因为她白天的一通消费 现在进入我的直播间 都有紫色的灯牌 和进场特效 我想不看到都难 为什么不懂我 我在那里找了你很久 为什么不去医院 姬太美一句接一句地问 我不想回答 故意装作看不到 冲到海边踩水 给直播间的观众听 海水好凉 不过踩着很舒服 沙力细软 不用力踩也能陷进去 清冷危险的海风吹到脸上 让人害怕 但又莫名地沉迷 我像个孩子一样 在海边踢水玩 海水被我踢得飞溅起来 周围没有人 但我一个人也玩得尽兴 路边的灯光明亮灿烂 海的深处黑暗无垠 我正发着呆 有人拉住了我的手 是一个很娇小的女人 穿着雪白的裙子 她手上拿着一个花环 雪白中带着些许蛋清 她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把花环放到我头上 然后退到岸边看我 好奇怪的女人 我疯够了 意忧未尽地走到旁边 刚才看我跳舞的女人 早已经离开 我拿起手机准备回酒店 却看到姬太美 在和我的粉丝吵架 我真的是姬博达的姐姐 我是她亲姐 有血缘关系的 一母同胞的姐姐 一条接着一条的紫色弹幕 闪现出来 飘平虽然她的发言 每一次都很显眼 但我的粉丝 已经被我提前打了预防针 任凭姬太美说的嘴巴都干了 也不相信她是我姐 姬太美气得骂了脏话 我勾着唇角 点开姬太美的头像 把她拉黑 就算是土豪大佬 也不能在我的地盘 骂我的粉丝 粉丝们狂欢庆祝 不少人还给我刷了礼物 很多小可爱都在担心 我得罪了大佬怎么办 不怎么办呀 我只是一个 直播旅游的小主播 开心最重要 她那么有钱 应该不会 在意我一个小主播的死活吧 那她也太闲了 每个人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快乐也好 不快乐也好 人生百味 慢慢体会嘛 我这么说话 好像个叙叙叨叨的老奶奶 那奶奶很有文化呀 是非常豁达的老太太 改天认识一下 海浪声哗哗作响 我吹着海风回到酒店 关掉直播的瞬间 姬太美的电话打了进来 我随手点开外放 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整个人躺进沙发里揉肚子 要笑过去 丝丝缕缕的疼返上来 不至于疼到难以忍受 但也不好受 我一难受脾气就不好 上辈子被磨平了棱角 这辈子我就想当个刺猬 谁都别想在我这里占到便宜 姬博答 你现在在哪 我去找你 电话里姬太美的声音很急促 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我换了个姿势躺下 忍不住对她一句 有病治病 没病就滚 我很忙的姬太美又被我噎住了 她好像察觉到我情绪不高 说话的语气柔和了很多 你 你是不是不舒服 你如果不想我和你一起去医院的话 我把钱给你 你自己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姬太美 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送我去医院 这辈子连我自己都是 刚拿到癌症却诊单不久 她为什么这么着急要我去医院 是出反常必有妖 更何况这还是对我漠不关心的姬太美 她一向觉得平平无期的我给她丢人 给几家丢人 连走路都恨不得离我八百米远 这样一个逼我如蛇蟹的人 怎么会突然间对我这么关注 重生了 不可能 她就算是重生了 也不会对我态度转变这么大的 比起她是重生 我更觉得她是被人穿了 真正的她不可能对我这么关注 达达你别闹 说真的 你去医院看一看好不好 如果查出什么问题来了 姐姐带你治病 治病 我不想治疗 化疗真的太痛苦了 每隔两天就有那么长那么粗 得针管需要扎进一个人的脊柱 注射进身体 注射过药剂之后 腰弯着也疼 躺着也疼 每时每刻都在提醒你 只要你忍受不了不够坚强 马上就会有死神来带你走 生理和心理的压力 时时刻刻都在压迫着 为数不多的生存空间 只是回想一下 就觉得头皮发麻 你为什么觉得我有病 姬太美打着哈哈 人要经常检查身体 有病我们就治疗 没病就当你偷看我的诊疗单了 我没兴趣听姬太美说谎 我越来越疼 吹了一晚上的海风 利米未尽 抗议了 姬太美沉默片刻 在我挂断电话之前说道 达达 给姐姐一个弥补的机会好不好 重来一次 你总不能让我再看着你不管 我们去治病 姐姐以后不乱花钱了 我所有的钱都给你攒着 我们去治病 她没说话 我把电话挂了 这狗东西 怎么会因为重生一次 就想要救我呢 重生一次 她难道不该急着提 姬耳端掩盖 她不是几家人的真相吗 姬太美怎么会真心想要救我 肯定是在玩什么 我不知道的把戏 活着太累了 也太痛苦了 我真的不想再活在 这样的世界里了 我点了一份海鲜拼盘 换了身饱满些的衣服 给粉丝们做吃播 好在姬太美 没再出来刷存在感 跟粉丝们聊一聊 满世界的砍大山也不错 至少这样是快乐的 七彩流光的弹幕再次出现 柳如烟说 螃蟹性凉 少吃 柳如烟和姬太美不一样 她是真大佬 虽然她没给我刷多少 不过就冲着这个七彩的弹幕 就显得格外高端 大佬发话 我肯定是要听的 我掰了几个螃蟹腿 下来当小零食 剩下的放在一边 唯独留下一种海鲜汤 偶尔喝一口暖胃 拨着拨着 电话又响了 不过 这次打电话的 不是姬太美那个财主 而是我的亲生母亲方女士 方女士的声线 一如既往的温和 先是长篇大论 跟我科普了一番 姬尔端的成就 然后又勉励我说 希望我向姬尔端看齐 看齐什么 看齐她心如蛇蝎 杀人不用刀 还是看齐她口蜜附件 上辈子三言两语 绝了我的生路 我还有事 先挂了电话 挂断前 我听见方女士的语气 终于产生了起伏 似乎是有些生气的 无所谓了 这一家字子不子复不复的 早就乱套了 我还没走回去直播 电话居然又响起来 手一抖接通了 电话还是方女士的 这一次她语调柔和了很多 态度转变之大 让我禁不住怀疑 她是不是被人夺舍了 温温柔柔的 好像隔着电话 都能闻到她身上阳光的味道 达达 你身体还好吗 最近吃得怎么样 要不然和妈妈一起 去做个身体检查吧 胃不舒服 我不想再花力气敷衍 这虚伪的母子关系 直接把电话挂了 往沙发上一躺 手机屏幕很快亮起来 不甘寂寞的又亮了很久 不接就是不接 天王老子来了 也别想让我接电话 我和柳如烟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摆弄着今天晚上 那个陌生女人送我的花环 这个玫瑰的品种很特殊 花瓣雪白 越靠近花心 越是蔓延出 恰到好处的淡青色 很像我今天下午 是抱着的杨洁港 柳如烟发了弹幕 呸 我饶有兴趣地 看着这个花环 带着评论区的粉丝们 一起猜测柳如烟的职业 看一眼就知道 花卉的品种 难不成是个花匠 不对 就看着那个 七彩流光的弹幕框 我尊贵的大佬 也不可能只是个花匠 我相信我亲爱的大佬 一定有白请花田 柳如烟没有再发弹幕 他具体做什么 我们也没有猜到 话题很快 偏离到十万八千里之外 最后我答应粉丝 明天带着他们 去海滩上看美女 他们才愿意放过我 泡了得早 转头又去酒店 做了个金牛斯巴 上午海边人最多的时候 我开了直播 碧蓝色的海 带着雪白的浪化 阳光好的时候 一部分的海面 会泛出青绿色 和昨天的寒凉夜风不同 今天阳光暖和 细沙柔软 我拿着赤巨资 买来的迷你版九尺钉耙 直播现场赶海 我跪在地面上 拿着小钉耙跑坑 昨天 那个送我花的女人 又出现了 她指着一个小洞 跟我说里面有称子 对上她美丽的脸庞 我决定信她一次 她帮我举着手机 我跪在地上 不要形象的咆哮 称子没找到 九尺钉耙报废 一个烟花特效 在弹幕上亮起 语言可爱的嗓音 帮我感谢送礼物的老板 却引来对方的暴怒 一看ID 哦 实际太美 她大号被我拉黑 现在还躺在黑名单里 不知道借了谁的身份证 开了个小号 过来刷几个烟花 就开始冒充管理员 试图控制我的直播间 真是有病 我接过手机跟女人道谢 走到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面无表情 对直播间的积太美说 积太美 你弟弟在国外 如果你有无处宣泄的亲情 可以直接打飞滴 去国外一家子团聚 跟我好什么 不要说我们感情有多深 龙公也没见过 这辈子不至于 真的不至于 都是可有可恶的存在 别跟我说什么 没我不行 这辈子没见过你们 什么时候需要过我 我觉得积太美就是欠骂 希望我能骂醒她 让她以后不敢再来找我 积太美不再说话 是沉默的 给我刷烟花 一个又一个 都是绿色的 有病吧她 我刚想骂人 我亲爱的大佬出手了 大佬直接打出来一片梦幻城堡 浅紫色的梦幻城堡 盖过了烟花特效 那一片糟心的绿色消失之后 心情都舒畅多了 我明晃晃的双标 当着积太美的面对柳如烟说 谢谢柳如烟姐姐 送来的梦幻城堡 姐姐好美 姐姐大气 嗯 友谊说一 求打赏好像是一门技术活 我大概是没有这个天赋的 但是柳如烟好像挺是这一套 手一抖又是一堆梦幻城堡刷下来 积太美生气了 气得跟着刷梦幻城堡 99个梦幻城堡会触发直播平台的小彩蛋 梦幻的紫色城堡里 走出一个穿着公主裙的女孩 从天而降 一位白马王子将她抱住 两个人牵着手走进城堡 柳如烟刷礼物的手顿住 积太美没有停下 她也刷了99个梦幻城堡 触发了彩蛋特效 积太美 你给我滚 我怒了 抛开积太美这个不确定性因素 三亚之旅还是很棒的 阳光 沙滩 椰鼠林 还有沙滩上数不清的帅哥美女 我是土狗 我就爱看美女玩水 在三亚快乐玩耍的第五天 我见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人 我的亲生父母 他们风尘仆仆 穿着价值不菲的西装和礼服 脸上戴着遮掩不住的疲惫 即将要破产了 他们不应该在国外 陪着基尔端全球巡演吗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问 方女士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冲过来把我抱住 有病真的 被夺射了 警戒医师 方女士的眼泪 滴进了我的脖子里 热热的 不过马上就凉了 方女士抱我抱得很紧 让我生出一种 我仿佛很重要的错觉 不过看到站在对面的季先生 这种错觉又消失了 这是做什么 几家又在玩什么把戏 不行 纪博打 你要振作 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蛊惑 上辈子混得什么熊样 自己没点数吗 在医院里 一个人死的感觉 没长高吗 心情老妖 不得 我把方女士 紧紧固在我身上的手帕 拉下来 后退几步 确定彼此之间 是安全的社交距离之后 才对他们说道 有事没事 我可要走了 上次送我花环的 大美女可还在沙滩上等我呢 回答我的是方女士的 淫淫泪眼 这都是什么毛病 看人不说话 先抱着哭一顿 几家真的是破产了吧 总不能是破产了 没钱了 所以想要把我卡上的几十万 要回去吧 不至于吧 接耳段音乐室里 随便一把小提琴 都不值这个价呀 达达 你听妈妈的话 跟妈妈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你的病不能再拖了什么 我的病 季泰美这个载重 把我的病到处说 上辈子知道 我的癌症也没这么难过呀 当时还一点失望的 让我不要再闹了 方女士哭得很优雅 无语泪先流 我看着她哭得那么唯美 心里顿生惭愧 我要是学会了 我直接抱个摄像机 天天直播迎风落泪 忽然 我生理学上的父亲出言 打断了我的思考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语气带着试探 打打呀 最近几天爸爸老出差 身体不舒服 你陪爸爸去一下医院好不好 正好我们一家人 都检查一下身体医院 怎么又是医院 都和医院杠上了是吧 我吃笑一声 暴躁地看着 面前这对相互扶持的夫妻 人模人样 看上去夫妻关系稳定 情感和谐 再加上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摆明了 就是幸福美满的五口之家 怎么看着全家 一起体检的阵势 和我关系不大呢 既太美是这样 他们也是这样 一个诡异的想法 忽然涌上心头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都重生了 组团重生 家族是重生 这年头 重生都是以一家子 为计算单位的吗 性计的这一家子 怎么跟牛皮糖一样 都死过一次了 还要粘着不放 我看着眼前的这对中年夫妻 觉得心里有个地方 好像还是破开了 本来以为自己连死都不怕 这辈子会无间不摧 没想到还是会在意啊 找时间去改个名字吧 彻彻底底断干净好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想连死后的墓碑上 都要带着几家的痕迹 明天就去 既凯克欲言又止 他人到中年 面容愈发沧桑 我记忆里 那个说一不二的大家长 渐渐被面前这个 有些小心谨慎的男人取代 上辈子的既凯克是严妇 我一个人的严妇 既薄熙 既尔端 季泰美的词妇 他对他们有求必应 接二端 想要一把古董级别的小提琴 来收藏 他二话不说买下 季泰美第二郎当在吃饭的 时候说想要最新款的超跑 他只是点点头 第二天车钥匙 就到了季泰美手里 至于大哥季薄熙 更是富得流油 连公司的股份都给了我 只是想要二十万去治病 我以为这不过是 动动嘴巴的事情 但他说让我思考一下 是不是一定需要这笔钱 怎么会不需要呢 人怎么能这么双标呢 当时的我对视着他的眼神 心里的难过压抑不住 我愣愣地看着他 连说话的勇气都失去了 明明都是一样的药法 只有我要不到 只有我在那个家里格格不入 我看着面前这个冷面男人 想要对他恶语相向 但话到嘴边又生出满心的无力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 我就那么不重要吗 难道只是因为 我没有被他们注视着成长 所以才会有那样大的差距存在吗 可明明我也是你们当初 那么期待才生出来的孩子 后来我才明白 血缘关系并不能说明什么 接耳端和他们没有血缘 却轻如一家 而我两家都不讨好 两家都不喜欢 记忆里的难过 似乎想要追出来 我连忙抽回思绪 她来找我了 之前送我花环 帮我举手机直播的女人来找我了 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让我喊她喂 她说我一喊她就知道 那是我在喊她 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 一看就不适合当长期女友 当然我也没那个命 跟她来一段长时间的感情 试探生命进度条 电力不足 无法充电 她站在酒店门口等我 我迫不及待地 想从这个压抑的地方逃离 随便敷衍了两生 几家夫妇转身拉着女人就走 你不高兴她很少说话 少到有时候 我都怀疑她是不是自闭 我不想再进行这个话题 敷衍她还行 中午我们去吃小烧烤 她想了想 带我去了海鲜粥铺 三亚边上最好吃的 不一定是大饭店 遍地多士的小铺子里 也藏着绝世美味 虽然和这个女人 相处的时间很短 但是她好像知道我会不好 饮食方面格外注意 我们来的这家粥铺很小 但是很干净 店主人是一对老夫妻 只是坐在门口和朋友闲聊两声 就显得岁月静好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这边的方言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 他们的平和和喜悦 海鲜粥热气腾腾 雪白的米粒被烹煮得爆裂开 炸成一朵朵米花 扁缀了切成小粒的海鲜 和大克的虾仁 混着一点点葱花 粥米暖过所谓的亲情 确诊未来之后 我很少吃得这么开心了 果然世间唯有美食不可辜负 喝完粥我直接买车票回北京 名字里的这个机子 看着老不爽了 今天就给他改了 看到我买票 坐在我对面的女人 似乎有些驱促 和我对视一眼 她面色猛然爆红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对着这个小美女做了什么 我真没有 我不是流氓 21世纪纯纯大良民 你要走 她整个人都粉了 大眼睛不自觉地眨着 跟一条小奶猫似的 这女人好纯啊 单身了两辈子的 我有点顶不住了 既博达冷静点 一个将死之人 不能祸害人家小年轻 我点点头 要回一趟老家 她的表情一瞬间变得丧气 天啊 原来动画片里的变脸 真的存在啊 我连忙补一句 有时必须得去老家的派出所 才能办 女人皱皱眉 似乎有些不舍 脸上的表情 不断在犹豫和不甘心之间 反复切换 陪你去 她忽然站起来 甚至原地转了个圈 看上去不太聪明 我能帮你搬行李陪着你吗 她说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怎么办 我觉得她越来越像是小猫了 你为什么画这么少 我很好奇 说她纯情吧 她之前的回答 其实挺渣女风的 说她渣女吧 她现在纯得跟那个小奶猫一样 她原本粉嘟嘟的脸色 迅速降温 甚至有些发白 我不知道我哪一个字 戳到了她的痛点 只觉得她的眼神 忽然之间好难过 她眼睛里的情绪无比压抑 娇小的身躯站在原地不动 眼神越来越空洞 好像突然陷入了一个 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不会吧 我不会招惹了什么 奇奇怪怪的精神小妹吧 她的眼神带着惊恐和庆幸 她抓得好紧 我有些疼 我不明白她忽然的转变 但我对上了她 仿佛看救命稻草一样的眼神 在她的眼神里 我好像是一个 可以将她拉出深渊的人 她怎么了 我有些不敢问 生怕在触及她敏感的神经 她看着我 我和她对视 我努力让自己显得更加温和 释放出我能够表现出的 最温柔的信号 同时 我握住那双紧紧握住我手腕的手 下意识的 我觉得这样可以给她力量 周瀑不大 里面的人不少 周围的人都在围观我们 我却不敢松开她的手 生怕她的情绪再次失控 进入到那种忘我的情境里 慢慢的 她的情绪好像稳定下来了 但还是很失落的样子 她牵着我走出周瀑 一路上都没有松手 也一直握得很紧 她自己没有发觉 我也没有提醒 慢慢的 我陪着她走到了 我们初次遇见的地方 我找了个避风的地方 靠在石头上听她给我编 她说她有幸存者 那就综合征 她18岁成人里那一天 她们一家本来约好 一起去饭店庆祝 那一天 她们遇上了非常严重的连环车祸 七辆车一起追尾 她们的车子被撞到变形 她在姐姐的怀里躲过一劫 留下了一条命 而姐姐死在了她身上 父亲被前面货车 散落下来的钢管戳中 肺部窒息死亡 母亲头部中疮当场死亡 如果不是我当初闹着要过生日 她们就不会遇到连环车祸 幸存者内疚综合征 顾名思义 就是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 因其他人的死亡 而产生的负罪感 幸存下来的人觉得 如果她们能够做出某种改变 就可以让灾难不再发生 或者是让灾难中丧生的人 不再死去 她们家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 她因为那一场车祸 产生了心理障碍 她对自己感到厌弃 觉得如果不是她当初任性的要求 一定要去那个餐厅办成人里 父母和姐姐也不会遇到车祸 她的难过几乎具象化了 她痛苦地蹲下身子 将自己紧紧抱住 身体几乎团成一个球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我好像能看到她的灵魂 在痛苦地挣扎 但是我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 和我独自在医院里 试图拯救自己是一样的 但一个连自己都放弃的人 该怎么拯救别人呢 我陪着她缓了很久 她一开始是蹲在地上 后来索性瘫坐着 靠在我避风的大石头上 看着大海出神 可能她来三亚的目的和我一样 都想要让大海治愈心灵的创伤 但是太晚了 有些伤口已经腐烂化浓 无药可救 她和我都是在苦苦挣扎的灵魂 我是柳如烟 她不声不响猛然放出来一个炸弹 惊得我忍不住用手指 在沙地上跑出一个小坑 柳如烟面前的女人 长得确实很有女大佬的样子 和我心目当中 柳如烟大佬的模样不太相符 但也很棒棒 仔细想想 柳如烟是什么样子 我确实没见过 之前只是以为 她是一个土豪富婆 没想到实际上反差这么大 之前偶然刷到了你的直播 觉得你很阳光很温柔 虽然做的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看着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很放松 慢慢的 只有看着你的直播 我才会睡得好一点 她说话的时候还是有点丧 大概是还没从回忆里走出来 我没办法跟她说我的痛苦 我只能说 好 陪我一起去北京吧 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 因为柳如烟在旁边 我直播都方便很多 我故意灌她豆汁 看着她满脸嫌弃 但又不得不喝 喝完了整个人都丧丧的可爱模样 我带她去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去看我的小学 初中还有大学 我的人生不长 都在这一座城里 快的话一天也就走完了 以前怎么没发现 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么狭小呢 我带着柳如烟去改了自己的名字 我改了姓 姓刁 为此我还编出了一个不存在的爱人 说她死了 我想要用她的姓氏代替她活下去 从此以后 我叫刁尔达 我就是我 干干净净 我不想被任何条条框框束缚 我想用最自由的姿势死去 我的未来或许很短 但也要光明灿烂 改完了名字 还有一段时间的审核期 暂时离不开这个地方 还挺麻烦的 刚准备回酒店躺一天休息休息 柳如烟开着一辆新提的车停在我边上 她放下车窗 对着我撇了撇头 美得一塌糊涂 连夜上车 我们去了乌镇 柳如烟看过我的直播 知道我喜欢汉服 甚至提前给我准备了三套汉服给我 让我选堂 宋 明三朝的制式 每一套都踩在了我兴奋的点上 这我要是不搞一个全套的造型 都对不起这三件崭新的汉服 我跟她说 大佬 这不合适 她说 这件汉服就当作她在直播间刷的礼物 也对 一个梦幻城堡一万块 梦幻城堡哪有汉服来得像我 冲我喊 直播间的粉丝 把感谢大佬的馈赠把在公屏上 季泰美一言不发 默默地刷烟花 一个 两个 三个烟花 把公屏上关于柳如烟的弹幕全部都挡住 大概刷了几十万 到我手里的也能有个小时来问 她停下来发了这几天来的第一条弹幕 打打 等从乌镇回来 我们去医院看看好不好 和柳如烟 都已经看到季泰美的七彩弹幕 你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如烟问出了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别人我都可以敷衍了事 但是面对柳如烟 有些假话我说不出来 我沉默不语 季泰美这个狗东西又开了一个小号 回来直接把自己的ID改成季泰美二号 然后疯狂地开始发弹幕 请大家帮忙劝一劝我弟弟 她确诊胃癌了 但一直不愿意去医院 我们家里的人都很着急 都希望带她去医院治疗 虽然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是她姐姐 但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 我和季博达真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弟 我之前做过一些事情让她不高兴吗 她不认我 我也不怪她 但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她能赶紧入院接受治疗 季泰美的字宛如一把锋利的刻刀 把我之前粉饰的太平全部划破 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来同情我 为什么要把我经营的好好的直播间 变成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样子 为什么要破坏我来之不易的平静 这个小小的直播间 是我为数不多的净土 为什么他们连最后一个干净地方 也不给我留下 我喃喃自语 直播间的粉丝们都很着急 纷纷问我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弹幕刷得飞快 我看都看不过来 想要我怎么说呢 有些事不是说不存在就不存在的 柳如烟帮我关了直播 我站在原地不动 如果说重生以来什么事情最后悔 那一定是我没有亲手宰了鸡泰美这个蠢货 我身心俱疲 连抬一下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柳如烟站在我边上 轻轻抱住了我 很温暖 在这样初秋的天气里就显得刚刚好 可是我不好 众所周知 正在委屈的人是经不住哄的 眼泪止不住的往外面涌 根本拦不住 泪水打湿了柳如烟的裙子 我不想哭 但是眼泪是他们自己跑出的 越来越多的无力感 像是一座大山 把我死死压住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原本只是想要开一个直播 记录自己死前最潇洒的一段时光 怎么就那么难呢 活着好累啊 柳如烟活着也好累 原本在我看来脆弱无比的柳如烟 现在居然是支撑我情绪的支柱 多少有点对不住她 但是我忍不住 真的忍不住 泪水划过鼻尖 被我蹭得到处都是 原来人在难受到极致的时候 眼泪是不受控制的 小小的眼睛里 居然可以流出那么多的眼泪 我不想治病 我不想化疗 化疗太痛苦了 真的太痛苦了 我不想去治病 我想死还不行吗 为什么连死都不让我好好死啊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治病 明明最开始不要我的都是他们 是他们先不要我的 上辈子我是一个人在医院死掉的 从来从来都没有人在乎我的 他们都是骗子 他们从来都不爱我的 我在柳如烟怀里哭得语无伦次 想到什么说什么 几乎把我能够想到的所有委屈 都说了出来 柳如烟真的是个像大海一样温柔的人 他抱着我 一下一下拍我的背 像是哄小孩子一样 上一次被人这么哄是什么时候呢 记不得了 哭完了 不知道哭了多久 但就是哭完了 觉得挺丢人的 我和柳如烟说我想吃海鲜粥 病患的身份无从遮掩 我直接摊牌 柳如烟皱着眉 打开手机搜索片刻 又放下 我们去医院 脚步顿住 我停在原地 柳如烟拉着我的手 想到带我去最近的医院 我不动他不走 只是去问问你有没有忌口 柳如烟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 但还是解释了一下 他想要带我去医院的动机 网上说的不一定准确 还是去医院看一看比较好 我低着头跟着柳如烟走了 说好了只看忌口 笨 柳如烟问了一声 在我身上披了一件外套 路上 我们稍微交流了一下 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医院的原因 我没办法告诉柳如烟我是重生的 思来想去 还是推到了我怕疼上 活下来不好吗 虽然会疼 但是可以有很多未来 柳如烟的话一向简洁 言简一概 主题明确 我摇摇头 不想再尝试一遍上辈子化疗时的痛苦 其实 从理智的角度来说 我是应该去治疗的 但从情感的角度来说 我不想活 不想再见到几家一家子 我其实没那么勇敢 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逃避 回避亲情 也回避可能受到的伤害 不抱期待 凡事都做最坏的打算 这才是我这个悲观主义者 最常思考的事 能治疗然后呢 治疗完毕之后 再跟性计的纠缠 我这辈子 好像都逃脱不掉几家的阴影 我有些沮丧地说 柳如烟握紧我的手 无声地安慰我 他似乎很会脑补 没有多问 只是默默地陪着我 我们决定去爬黄山 看到黄山山道的第一眼 我吐了 我看到了让我眼疼的一家子 几家 他们欺负外家 三个孩子整整齐齐 真是晦气 回家晦气他妈给他开门 晦气到家了 这辈子没这么晦气过 我愤怒地吐槽 柳如烟握紧我的手 无声地安慰我 我没跟他解释 我为什么如此排斥 我的原生家庭 但他好像自己 很会脑补的样子 我们牵着手 目不斜视地走上山道 大概爬了一个小时 胃部开始抽痛 我熟练地从背包里 掏出止疼要吃 被柳如烟拦住 他从他自己的背包里 掏出来一个保温筒 里面是他自己 学着煮的蔬菜粥 先喝粥 垫一垫他温柔地说 我看着他的黑眼圈 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早知道不招惹他了 他本来就有幸存者障碍 我如果再当着他的面走了 他会不会再崩溃一次 粥很暖和 没有因为几家人 在附近而吐出来 只是有点食不知味 刚才还觉得 和他待在一起 的美好 是我珍藏一生的糖 现在想想 我的糖是他的披霜吧 可他甘之如頤 我该如何回复他呢 越回复陷得越深 拒绝又无法拒绝 他好像知道我的愿望 竭尽所能地陪我完成 所有想要完成的事 医院清单上的旅行目的地 一个一个打上钩 遗憾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我被柳如烟送到秋千上 身上绑着安全带 在最高的山巅荡秋千 几家的人站在旁边盯着我 好像生怕我一眨眼就不见了 坐在秋千上 山风过耳 吹面不寒 我看着帮我推秋千的柳如烟 忽然觉得 我大概做不到 无牵挂地离开了 如果你早点出现就好了 如果我们上辈子就相见 结局一定会不一样的 我在秋千上 发了很久的呆 柳如烟一直帮我推着秋千 想得出了神 一只手就从秋千上落下来了 几家那边传来一声尖叫 方女似的 我抬眼去看她 才发现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泪流满面 哭什么 接耳端不是好好地 待在她身边吗 真恶心 上辈子对我那么冷漠 现在又表现得这么在乎我 我的转变是因为重生 他们的转变又是因为什么 也重生了吗 那这一场奇遇 到底是为了让我弥补遗憾 还是想让他们得偿所愿 消除心里那为数不多的愧疚 不想要再被愧疚折磨 所以这一次 每个人都开始在意我 一直说要带我去医院 这一刻 我好像忽然找到了 报复他们的方法 我松开了手 任凭秋千高高荡起 我笑得肆无忌惮 视线紧锁定着几家的每一个人 生怕漏掉一点痛苦的表情 几家夫妇红了眼 方女士无法再维持 高贵温柔的模样 跌跌撞撞地 向着柳如烟的方向跑过去 滚开 你别碰她 我像是一只 被侵犯了领地的狗 竭尽所能的张牙舞爪 她闻声站定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地哭喊 她在求我下去 柳如烟似乎明白我的想法 我当得越来越高 做得也越来越不稳 姬太眉也哭了 她红着眼锤打山壁 血液顺着伤头冒出来 她的手在抖 可她的眼睛却不敢离开我 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让他们如此在乎我 我不理解 但我喜欢看他们痛苦 我张开双臂 尽情地拥抱山峰云雾 世间美好 姬家的人看得牙子欲裂 耳朵眼里的恨宛如实质 如果眼神能杀人 我大概已经死了千百次了 你恨我 我大概知道她为什么讨厌我 但我不知道 她被我的厌恶 居然能够促使她逼我去死 姬耳端站在角落里 存在感很低 明明是那么渴望 别人注视的一个人 现在居然自己主动降低存在感 我偏不如你的愿 我指着她站的地方 对姬家的人喊 带她来是嫌我死得不够早吗 姬耳端猛然抬头 看着我的目光凶恶毒辣 姬家人很快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她立刻低眉顺眼 装作一副无害的样子 诺诺地说 哥哥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这个表情真是让人作呕 我从秋千上下来 腿有些软 靠在树干上 等着那古镜缓过来 姬耳端慢吞吞走过来 顶着姬家人蹊迹的目光 对我说 哥哥 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拍开她的手 她委屈的两眼 姬耳端在我身后 似乎害怕姬耳端抱起伤人 姬耳端刚张开嘴巴 准备哭一场 我先捂着胃部 缓缓蹲了下去 疼 刚才笑得太大声了 冷风灌进嘴里 荡秋千的时间太长 多少有点感冒 我皱着没说 柳如烟过来扶着我就往山下走 姬太美跟在柳如烟身后 姬家其他人落在后面 欺负姬耳端 好像是被落在山顶了吧 到医院的时候 我人还是猛的 意识还停留在坐缆车的时候 我死了她真的会崩溃吧 我任由她带我去做检查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几家人看柳如烟的眼神 都快要冒光了 尤其是姬太美 上次直播的时候 还在默默跟柳如烟掰头 现在就跟前跟后一口 一个柳如烟姐姐 嗯 跟她有血缘关系 挺丢脸的 大概下午的时候 我午睡刚醒 柳如烟也不在身边 姬太美手里捏着一个 不偶小熊守着我 我知道她 她也知道我 我不想再和她们玩 你猜我 我猜你的游戏 闭着眼连看她一眼 都不想看 为什么一定要带我来治疗 我冷冷地问 上辈子我求着你们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还要我提醒你们吗 姬太美有些尴尬地低下头 小声说 打打 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你的病的 但那时候太晚了 你已经走了 我知道我上辈子太混账 对你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但我实在太害怕了 我总害怕你一觉睡过去 就不会再醒过来了 我不想再弄丢一次你了 姬太美把她手里的 毛绒小熊放到我枕边 这个小熊 是我从小就抱着的 姐姐现在把她送给你 你不喜欢姐姐 不想看到姐姐 没关系 让她替我陪着你 好不好 我抬手直接把小熊扔出去 姬太美沉默片刻 还是收拾出笑脸 对我说 不喜欢小熊吗 你喜欢什么 我多去给你找过来 好不好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们有多远离我多远 别喊我打打 我改名字了 我叫刁二打 我一点关系也不想跟你们扯上 可惜DNA不能修改 不然我还挺想要改一改的 你们一家子 每一个都让我恶心 血缘又怎么样 你们在乎吗 你们但凡在乎一点 我上辈子就不会死 我死的那天 你们在海滩上欢聚一堂 我一个人躺在医院里 疼得要死 你知道化疗有多疼吗 你见过打针的针头有多长吗 你知道我疼得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 连呼吸都疼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吗 那么疼的时候 我还要一分一分算着我的 钱够不够进行接下来的治疗 所有医生都跟我说要我开心 积极面对治疗 你说我怎么积极 我还要怎么积极 我只是想要活下去 你们在海滩上开派对的时候 是我死掉的时候 你知道我看着每一个来化疗的人 都有家人陪着是什么感觉吗 在穷的家 宁愿在病房门口打地铺 睡在医院的椅子上 也要陪伴他们的家人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你们还记得吗 别说都怪基尔端 基尔端是可恶 但你们对我也太不信任了 不是吗 你们潜意识里就觉得 我没有见识 分不清好坏 我看到几家的钱 一定会心生贪念 我一定会变坏 所以只要基尔端开一个口 种下一个种子 你们就会不断地怀疑我 你们太恶心了 病房门被打开 我的父母 各地都站在门外 他们泪流满面 想要痛哭却又不敢出声 只有柳如烟 他没有顾忌 病房里几乎凝滞的情绪 快步走到我身边 将我抱着 他没有哭 只是把我抱得很紧 几乎把我揉进他的身体 他好无助 他在害怕 我能够感觉到 柳如烟的身体 在轻微地发抖 连喷洒在我脖子上的呼吸 都是凌乱的 柳如烟 你果然是我的月亮 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聊了聊 他当时睡在门口的肠椅上 被我寒醒的时候 脸上还带着眼泪 又疼了吗 他问我 我不疼 我心疼你 我说 真笨 我走了之后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的死不是因为你 你可以理解为我这是自杀 我解释到 深夜的病房里 他沉默不语 娇小的身体蹲在我的床边 活像一只没人要的小猫 可是你走了以后 我就没有月亮了 他说的眉头末尾 但我明白他的意思 你不知道 你也是我的月亮 我轻声说 他开始哽咽 但我知道他会 记得我的话 好好吃饭休息 之前还想去瑞士和法国 如果去不了 我会带着你去的 你想要环游世界 我帮你 月亮高高挂在天上 现在他来到人间了 我弯下腰 捧起柳如烟的脸 我们一起治疗好不好 我们是彼此的月亮 我怎么舍得 让你的世界再也没有月光了 我舍不得让这么好的柳如烟 永远挣扎在黑暗里 于是我开始接受治疗 和柳如烟一起在医院就医 虽然来得有些晚 已经恶化成胃癌中期了 但手术和化疗是必要的 每一次都是柳如烟 推着我去化疗室的 他始终陪在我身边 几家的人过来看我 我已经没力气阻拦了 太疼了 但我尽量不表现出来 因为我不想让柳如烟 也感到难过 柳如烟主要是 药物治疗加心理疏抖 所以他还可以照顾我 一时起居 我们住在一个病房里 我疼得睡不着的时候 他就给我念故事 或者轻声跟我说话 帮我分散注意力 有一天 我说想吃海鲜粥 他说不行 现在还不能吃 然后他故意压低嗓子 在我耳边说 等我以后好了 就带我去三亚 把我之前想吃没吃的东西 都吃一遍 化疗后我的头发掉了很多 我干脆推了个光头 柳如烟帮我找 各种各样的假发 有些甚至像是 古装剧的头套 他说等我好了 我们再去一次屋镇 看看那里的风景 这时 门外来的人 是我上辈子 素未谋面的大哥 纪伯熙 他看起来和上次 在黄山时完全不同 头发短了很多 身上的光芒 也收敛了许多 他小心翼翼地敲门 连看门人的眼色 都不敢忽视 他上辈子虽然没见过我 但对我的羞辱 却没少做 现在我站在他面前 他盯着我头上的假发 眼睛一眨不眨 我摸了摸自己的假发 血顶没歪 柳如烟问他有什么事 他拿出一个盒子说 那是他自己做的假发 刻地来送给我 一瞬间 周围似乎变得隔音了 上辈子 我在几家的地位尴尬 在外面的世界 更是如履薄冰 这其中 我的大哥纪薄熙功不可没 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他只认姬尔端是弟弟 虽然没有血缘 但他们感情深厚 已经超过了血缘的联系 而现在 他站在我面前 手里捧着一个礼盒 当我说出我得了胃癌 需要前治病的时候 变化那头的他立刻就挂了 想到他上辈子的区别对待 再看看他现在这副模样 我突然觉得有些解气 柳如烟很有礼貌地收下了礼盒 但纪薄熙却得寸进尺 问我能不能试戴一下假发 我想了想 直接告诉他我对季家人过敏 碰一下轻则呕吐 重则浑身起红疹 凡是性计的 我都得保持安全距离 纪薄熙的脚步顿了顿 最终推到门外 在离开之前 他跟我说了对不起 他说他重生了 想赎罪 他说他小时候 其实很希望有一个弟弟 但他走错了路 他不求原谅 只希望我能给他一个弥补的机会 对于感情这种事情 我觉得还是断得干干净净比较好 离开医院的前一天 姬太美带着季尔端来找我 姬太美压着季尔端跪在我床前 季尔端虽然满眼怨对 但还是轻声细气地跟我说对不起 我低头看见了季尔端不自然的右手 再看看季太美凶狠和力气 几乎压抑不住的表情 我就知道这手绝对是遭了重创 他的手背拧到错位 甚至还带着一个黑乎乎的鞋印 几根雪白的手指被踩得红肿无比 带着紫红色的血丝 姬尔端从小学习小提琴 这双手她宝贝的不得了 现在看来 这手绝对是遭受了重创 我没说话 姬尔端就跪在地上 一句一声地重复着说对不起 姬太美站在她身后 仿佛监视一样恶狠狠地看着她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突然狗咬狗 但冲着他们这个表演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要出门 姬太美去拦在门口不让我走 她的眼神凶狠 好像下一刻就要提刀手刃了我 不过她很快就发现了 自己对我似乎太凶了 于是捏着嗓子 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你会原谅逼死你的人吗 姬太美喃喃笑道 说也对 她的笑容越发残忍 而柳如烟带着我离开了 她宁笑着向姬尔端走去 从此后的三年 我再也没见过她和姬尔端 连姬家的人也没见过 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不过姬家的人并没有选择报案 他们装作无事发生 和上辈子一样粉饰太平 病好之后 我被柳如烟压着 又在乌镇休养了半年 她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直到确认我完全康复后 才允许我去做自己的事情 能做什么呢 当然是带着我的小粉丝出去旅游啊 我把姬家人之前给我的东西 全部抽奖送给直播间的粉丝 偶尔柳如烟给我买了什么 奇奇怪怪的小玩具 我也会装作不经意间 一起抽奖送出去 嗯 直播间真棒 头发刚长出来不久 我和柳如烟都很珍惜 头顶上的这几根头发 花了好多办法养护他们 三年后 我和柳如烟去了瑞士 在我直播瑞士之旅的时候 我向她求婚了 我穿着一身汉服 从转角处走出来 替她簪上发簪 在耳边说着情话 我问她 你不介意我的秘密吗 她回复说 那是你的秘密 说不说是你的自由 我只可惜没有更早一些遇到你 你也是来之不易的珍宝 她是我的月亮 现在我向我的月亮求婚了 我凭爱意将月亮私藏 翻外衣 我是姬太美 我渐渐地杀死了我的弟弟 吉尔端的全球巡演结束 我们在国外度假了半个月才回国 回国迎接我们的就是纪伯达的尸体 为什么没接到电话呢 哦 吉尔端说让我们安排好事情 关掉手机 专心陪她痛痛快快地玩一次 怎么就这么轻易地信了呢 纪伯达真的得癌症了 原来她上次憔悴的样子不是因为吸毒 是病了 后悔好像会延迟 马脚也终究会露出破绽 当我知道纪伯达的死是纪尔端一手策划时 已经是很多年之后了 吉尔端很早之前就知道 自己不是几家亲生的孩子 他自己偷偷摸摸找到了自己的原生父母 并且让他们默示济伯达 不准对他好 所以我的弟弟从小就过得不快乐 那一对夫妻看着和善 但一直在逼迫他 他们不断地打击他 说所有人都不会喜欢你 但我们会 虽然我们打你骂你 但打是亲 骂是爱 没有父母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的弟弟应该在很小的时候 就时常受伤 他们不允许他拥有正常的社交 他害怕与人交流 所以在他初次进入几家的时候 才会那样狼狈和仓皇 就连我弟弟的未来都有他们的影子 在吉尔端找到他们之后 他们对我弟弟的态度就急转而下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 要做很多家务 但吃的都是剩菜剩饭 零食基本没有 只有那夫妻俩不吃的发霉的坚果 被他们洗一洗 放进锅里炒一炒 再拿出来给他吃 还骗他说那是给他买的 到底是过得多不好 才会吃不出来没变的坚果 是什么味道呢 弟弟死后第七年 我才知道 原来他死前有多痛苦多绝望 养父养母不要他 自从身份曝光之后 就再也没有接过他的电话 亲生父母不爱他 哥哥不爱他 所有人都吝啬对他释放善意 他像是一个刺猬 倔强地自己往前走 跌跌撞撞满地血痕 他拔掉了刺 为了活下去不惜向仇人下跪 我是他最亲的家人 却也是伤他最深的罪魁祸首 我打了他 我该死 明明我小时候说过无数次 我一定会保护好弟弟的 我该死 但我不能死 我把吉尔端演奏小提琴的手折断 看着他痛苦地躲在地下室里哀嚎 他甚至肆无忌惮地 连证据都没有销毁 他有一个保险柜 里面放着一部旧手机 那是当年我弟弟联系他 求他给钱的那一部手机 他也该死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应该活在痛苦和愧疚里 度过余生 我杀人了 我杀了吉尔敦号 将他的罪孽一一阐明 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他是人披鬼 他杀了我的弟弟 我们所有人都是他的帮凶 老天可能看我弟弟活得太可怜 所以不仅让他重生了 也让我们重生了 他不想活下去 他被我们逼得 连活下去的念头都没有了 幸好他遇到了柳如烟 否则我真的不敢保证 他会为了我们活下去 他重生而来 所做的所有事 都是为了慷慨赴死 他两辈子加起来 还不到35岁 就对这个世界满是失望 他说他不会原谅逼死过他的人 作为姐姐 我总要保护他 我可以不出现 但我要消除所有 让他不安稳的因素 我把吉尔端带去了缅甸 看着他天天求生 不得求死不能 他的亲生父母 也会来陪他的 我亲眼看着吉尔端断气后 回国自首了 我是罪人 我过得不好 他应该会开心吧 可惜他没有我的小熊 我把我的小熊 埋在了他上辈子目的的位置 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要死 请让我代替他 下辈子还让我当你的姐姐吧 妈妈也行 我一定会拼了命地保护你